一个,你只要输入那个网址 输入之后的话呢 就教学论坛,我刚提过这个 那如果你要加进来的话 以后每一次上课连结都会在这边出现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我点击进来 我是已经加进来 因为这我开的 所以呢,我可以看到 但如果你看不到的话 你记得 这边我上一周讲过 你就是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点选这个,申请成员资格 记得告诉我你的名字 你的学号 都知道吧 不知道的话到前面看一下 然后申请原因的话 你就写复习VBSR等等 那如果你没有填写完整 可能就没办法讲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我们这个班的上课学员 所以这要注意一下 那理论上 只要那个填写资料OK的话 那我也帮你加进来 理论上应该有一些同学说加进来 那有一些小处我不确定 是不是我们这个班上的同学 所以像你填写不完整 比如像这个同学有填的 他是说上课的学员 但是没有给我名字 我没办法猜 我没办法猜 我不知道这边是 有吗 你好 因为我不确定 我一直在找说有没有蛛丝马鸡 我可能会猜你是 你是姓胡吗 和 OK 所以我也没有 下面这个同学有在吗 OK 记得就是让我知道一下你是谁 不然的话 这个有点困扰 我也不知道 帮你加进来 OK 我核准之后呢 你只要登录过账号 连结到这个论坛呢 你就会看到 就是每一次上课的连结 比如上一次的话 第一次 之后有第二次第三次 会有个清单 那你只要点选之后的话 每一次上课会有个上课的内容清单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个完整的影片的连结 其实点击之后呢 会跳到哪里 跳到YouTube 它会是一个清单 所以你要不就是全部播放 从头看 要不就是你跳着看 比如说你上礼拜 哪个部分比较不熟 那你就是点那个部分 你在反复在听过 好像上礼拜的话呢 比较特别的 应该有什么 这个value函数吧 我一直强调 如果你在value函数不会的话 很多东西是做不出来 比如说筛选 像我们后来有用到筛选 那你筛选 如果你不会value函数 你会筛选不出正确的结果 另外的话呢 把那个年次抓出来 我们会用到一个函数 叫test函数 所以如果你对test函数不熟的话 那很多事情你是做不出来的 OK 如果你做不出来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涂发链钢 哇 很多事情涂发链钢不得了 因为现在资料都非常的庞大 如果你要涂发链钢来做 好怕你是做不完的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开发人员的标签 另外的话就是什么 入字去期 OK 所以上礼拜东西 回去请各位一定要熟悉 后面东西都会在前一次上课 衍生 继续往前推进 所以呢 比如说像开发人员怎么叫出来 当然第一个 你就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练习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的那个就是范例档案 你把那个范例档案把它打开来 那我范例档 比如说我们这个 第一个范例档打开来 里面大概就放这些 我们按照步骤 所以上礼拜是文字语字的函数 那请各位一样 上礼拜的档案 请各位务必要存档 因为每一次每一次可能有些地方还没讲完 所以你可能要再把它存档 那我们打开之后的话呢 就会是上个礼拜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他要讲到哪些 把启用编辑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启用内容 如果呢 特别注意 假设你开启档案的时候 没有启用内容的话 你去执行那个任何的VBA 他都会出现这个状态 他说你这个没有办法执行聚集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同意 所以他就不能跑这个相关的 聚集实际上就是VBA 也就是没有办法执行VBA 那主要为什么你会想说 干嘛麻烦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年前 因为那个office itself里面 他没有这个启用的功能 所以变成说如果聚集病毒 假设人家写了病毒 那你一开起来 那就完蛋了 而且他会造成很多的聚集病毒的蔓延 OK那就是一个大灾难 所以后来微软的后面的版本 都一定要启用 所以特别是如果你看到这个讯息的话 记得一定要启用 启用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上个礼拜的重点就是 一我们用什么 用REPT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复制好几个工作表 先用REPT加LEN 把那个这个手机的号码给串接起来 那这个方法当然OK 可是问题很麻烦 后来我们用了一个叫Test函数 OK应该有印象吧 那相对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很多地方固然解决的方法好几种 但是你记得就是尽量还是用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 你不要没事弄得很复杂 其实有的时候会Test函数 很多事情就好解决 那当然我Test函数 我有延伸出来就是 把那个什么 把几年次的部分给抓过来 前面这个70 或者前面这个66 等等的这些相关讯 我要把它抓到这边的栏位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做报表 之前可能会需要 把某些栏位的资料产生 那当然生日里面可以产生部分 可是如果我要的是几年次这个栏位的话 那你要怎么做 当然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一定要用什么Test函数 OK 而且Test函数还要包含 还要另外再配合什么 配合Lapt Lapt因为把看到东西 转换真正转换成文字的话 一定要Test 再利用Lapt 把前面两个字抓过来 那最后为什么用Value 因为我们如果把它用Value 去切割Test 其实基本上回来是文字 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的东西 尤其在Excel里面 看起来虽然好像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差距非常非常大 那怎么去观察到底是文字还是数字 我上一半有讲过 如果你没有加Value的话 它会是靠左对齐 如果说你今天加了Value之后的话 它会靠右对齐 所以有时候这些细节 比如说把它打勾的话 你会发现它要靠左对齐 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数字的话 就加一个Value 它就靠右对齐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牵涉到你未来 比如说你要用什么 用筛选的时候 像这边有筛选 如果你里面是数字筛选 你才有办法真的找到 比如说六年级生 假如老板说你帮我把资料 六年级生里面的会员帮我捞出来 并且做什么样的统计 或者做什么样的分析 的一个报表 你告诉我一下 那当然第一个问题 要卡住的话就麻烦了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了解这个 怎么把资料 再来就是录制聚集 所以上几个礼拜 我们录制聚集里面 还记得要把什么 开发人员打开 在哪里呢 上面这个箭头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还原 其他命令里面 记得把什么 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 这个要打勾 那你一定要开发人员 才有办法录制聚集 所以上个礼拜 还有另外的重点是 如何开启这个开发人员 如何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之后 它会在清单里面出现 那并且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的按钮 OK 那我们在上礼拜讲过 如果有些细节 不太清楚的话 请各位参照上个礼拜的一片 刚刚那个地方 所以每一次上课 你不用担心 但是记得就是回去要找时间 一定要复习过 不然我看有些东西 你可能好像知道 但是又忘记 比如像开发人员 还有录制聚集 这个做出来了 那上礼拜另外还有VBA VBA有忙要做什么 清除这个门号 这个好像还没讲到 因为有时候上太多班 有下一次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就要来做 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不是录下来的 这个是要自己写的 那你想说 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差别 主要差别是 这个是输出一个公式到 每个每个都出春歌 那底下这个的话 按下去 它是把最后的这个结果 丢过来 OK 那要怎么弱 特别说 这个跟聚集不一样 聚集是录制的 就是你没有写任何一行程式 但是这边我们今天开始 就是你要动手写一点程式 也就是说你要开始熟悉如何了解这个 visual basic OK 而且不是用录的 所以不是用这边的 而是用直接到这边 这个流程该怎么弱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sub 第二个是插入函数里面 假如我希望能够在里面帮我产生一个使用者定义 那使用者定义这个叫自定函数 这个也是VBA写出来的 你们现在电脑应该没有 因为你没有 我是已经先做 做好 我先demo给各位看 那当然能够做出什么效果 手机按确定做的话 它会跳出123 所以你一个萝卜一个坑 给它 它要的资料 那它会给你最后的结果 向下填满就OK了 这个就是量身定做 专门针对你的工作需求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函数 这个叫自定函数 OK 完全是 帮你工作是量身定做的 另外还有更厉害的一个函数 就是手机 那刚刚那个手机函数 是要选三个 但是另外有一个进阶版 就是我不用选三个 你只要告诉我一个范围 所以我这边刷一下就好 刷三个 因为蛮多情况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 不止一个储存格 一个格子 那你会有很多格 那如果假设你有十个 你不是要选十次 尤其是蓝数越多 那如果蓝数少 那感觉不错 那你可以想刷一下 刷一下之后呢 那你就把这三个 三个储存格 但实际上 它刷一下 实际上是一个范围 但这个三一个范围里面 就是三个储存格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给它 那你在到 VBA里面 把这一个范围切割成三个储存格的资料 把它带出来再丢给VBA 它最后呢 就把你串接好之后 再丢回到这个储存格 OK按确定之后 结果一样 结果一样 但是呢 那个制定函数跟按按钮不一样 按下去就没事了 但是呢 制定函数你必须要怎么样 点两下 才可以乱玩 OK那这两个 都是用VBA写出来的 OK都是VBA写出来 只是说它的 可能使用的时机 还有就是使用的方法 还有它的特性可能不太一样 那也就今天我们要讲了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也许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东西 就是大家复习一下 重点回顾一下 那待会我们就要开始 讲这两个部分 这个跟这个 两个东西 这两个都是VBA 怎么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如果你担心 你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我是还蛮强烈建议 你又要自己再加到论坛里 每次上课 我只要下课之后呢 会把影片整理之后 贴到论坛 如果你有加进来 会自动转信到 你的信箱 那当然你可能就是 还要再花一点时间了 最重要就是你要把时间腾出来 像这种课程 它不太可能你自己就会了 如果你自己就会了 那你可能是天才 天才型的啦 如果你不是处于那种天才型的学生的话 那当然你可能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 然后呢 当然如果你也怕没有时间 如果你有搭公车或搭捷运的时候 那你就是 如果手机你有吃到饱 你就干脆随时耳机一带 就可以随时听嘛 反正多听个几遍 刚开始可能 很多同学以前刚刚开始跟我讲说 老师你不太懂了 不过后来听个几遍之后 他慢慢越来越懂 到学期快结束 他真的是恍然大悟 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主要是那个观念 如果你清楚的话 我相信应该慢慢的会比较进入状况 那我们上课的步骤 步调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先从简单的函数 再到进阶的函数 再到可能是聚集录制 不过聚集录制部件的每个都会录制 因为录制毕竟 有的时候干脆直接写会比较快 所以函数然后慢慢进展到VBA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录制聚集 再到VBA的程式撰写 然后往后都是会从文字码 文字与资料 然后逻辑 再日期跟时间 然后慢慢一个一个 总共五个单元 五大单元 然后我们八周的课程 会把这五大单元全部讲完 所以你至少要有个心理准备 反正就是至少你上完这个课 你的函数使用应该就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你对于VBA的基本撰写也不会有问题 基本的因为不可能说你一下马上就可以 那不太可能 还有录制聚集你恐怕也要熟 所以回去的话恐怕也要花一点时间 就是先彩排然后再录制 如果细节还是不太懂 就是把影片多看 反正就是反复反复 像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说一次 你就马上一听一次就懂了 那这部分呢 请各位把这个档案先准备 待会我们就要来看VBA的两种形式 程式该如何撰写 再来看VBA的两种形式